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又到了静世讲故事的环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晚清的战争系列之新疆篇第三章,伟大的诗人,六世达赖,苍阳家措,为什么非杀不可? 谁执我之手,连我半是癫狂,谁闻我之谋,遮我半是琉璃,谁扶我之面,为我半是安闪,谁携我之心,容我半是冰霜, 谁扶我之间,娶我一世沉默,谁患我之心,言我一生凌落,谁弃我而去,留我一世赌赏。 这首诗到底是不是苍阳家措的原作,现在大家争议很大,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字优美极了。 用多少美人和香草,才能驯服一颗狂野的心,这肯定是苍阳家措的诗句,也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我念的时候会改了两个字,用啤酒来替换香草。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太美了,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是不是她的作品也有争议,但是可以很肯定的说,下面这首诗绝对是苍阳家措写的。 在那东方的山顶,升起鸡皮疙瘩,年轻姑娘的面容,渐渐浮现在我的心上,黄昏去会情人,黎明大雪飞扬,目说满与不满,脚印已流雪上。 手门的狗儿,手门的狗儿,你比人还机灵,别说我黄昏出去,别说我腐朽才贵。 人家说我的闲话,自以为说的不差。 少年的我,轻盈步履,曾走过女殿主家,常想活佛面孔,从不展现眼前,没想情人面容,时时硬在心中。 住在布达拉宫,我是六世达赖,苍阳家措。 住在山下拉萨,我是浪子,荡丧妄播。 独弊让人赞不绝口,仿佛持有余相。 作者的才华横溢令人钦佩。 这首诗,我在原翻译的基础上修改了几个字,念起来更加通顺一点,但不影响原意。 1706年,康熙45年,六世达赖喇嘛苍阳家措,望着宁静的青海湖水,看着湖面上纷飞的水鸟,念出了他最后的幻想。 惨路啊,能不能把你白色的翅膀借给我,让我斩翅高飞。 不好意思,最后这句也是我翻译的,我觉得以前的那个翻译不太准确,也不够唯美,所以我修改了几个字,但是意思还是一样的。 就在他念完了这句诗以后,两个手持白色哈达,目光阴冷的蒙古士兵靠近了他,他知道他们不是要把哈达献给他,而是为了勒死他。 苍阳家措的名字,在藏语里就是阴绿之海的意思,如果换在其他的年代,他也许会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永远被人铭记,但是他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 当康熙大帝在外蒙古祭拜准格尔布格尔丹的时候,他从弗鲁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达赖喇嘛武士已死,但是摄政的西藏摄政大臣桑洁家措,密不发桑,居然没有把武士达赖喇嘛的转世灵魂立为新一代的达赖喇嘛。 康熙勃然大怒,他为什么会生气呢? 这要从蒙古和藏传佛教的关系说起,自从元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聘请西藏的巴斯巴活佛作为元朝的国师以后,藏传佛教就传入了蒙古诸部落。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除了蒙古一些有文化的上层贵族,喜欢佛教中的那些深邃的哲理以外,普通的蒙古人对藏传佛教并不感兴趣,因为对绝大多数的蒙古人来说, 他们信守的生存法则就是最标准的达尔文主义,逝者生存,弱肉强食。 就像成吉思汗说的一样, 人生的最大快乐就是杀死他的敌人,把他们的妻女笼入怀中。 所以对于普通的蒙古人来说,如果一个活佛对他说,假如有人打他的左脸,还让他把右脸伸出去给对方打,有人吐他一口唾沫,不生气也不擦,挂在脸上等他自己干,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于那些怀有成吉思汗一样的梦想,天天指望着到哪去抢一把的蒙古人来说,只能把你当成一个疯子。 可能你还没有伸手去打他,他早就琢磨着怎么把你给砍了。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可以娶妻生子的藏传佛教卡举派, 勉强可以让蒙古的一些上层贵族接受以外,其他的大家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 插一句话,现在北京的饭桌酒局上,如果没有那些穿着红衣服戴着红帽子的喇嘛们,就会被认为档次不够,这些红衣喇嘛就是嘎嘎派。 这种需求导致原产地之一的四川藏区产生了一项新的脱贫致富产业, 所有的牧民们只要会念几句经,普通话说的标准,都变成了活佛,飞去了北京给达光贵人们去当人生导师了。 每年从北京会来的巨额款项,极大的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于是各种活佛的速成般,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的出现,这也算是骑士一桩吧。 书归正传,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明朝的家境年间,才发生了变化。 漠南蒙古的安达汗击败了墨西蒙古,占领了青海和西北核桃一带以后,团团围住了中原,成功的逼迫明王朝和蒙古开始通商。 结束了蒙古和明朝之间二百多年的战争,被明王朝封为顺翼王。 虽然创造了和平的局面,征服了诸多蒙古的部落,但安达汗的神经一刻也不敢放松。 他深知蒙古人的生存法则,只要一旦有一天他开始变老变弱,立刻就会有人来挑战他的权威。 所以他就想,能不能让其他的蒙古族部落不要一天到晚老是虎视眈眈的盯着他,让他寝食难安。 而是能够眼神温柔的像小绵羊一样全体都进入了佛系,那该多好啊。 于是他决定和藏传佛教的皇教结盟,尊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为达赖喇嘛。 达赖就是蒙古语里大海的意思。 索南加措接受了这个头衔以后,又把自己的两代老师追封为达赖喇嘛,他自己就成了三世达赖喇嘛。 由此可见,达赖这个称号从来都不是出自于宗教的权威,而是世俗政府给予的。 于是,俺达赖把他们请进了蒙古,又在呼和浩特建立了城市,然后在周围广修喇嘛庙,开始设法让蒙古人从苍狼般的凶猛变成绵羊般的柔顺。 他的努力终于起到了作用,作为回报,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说他是成吉思汗的转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了。 他终于心平气和的躺在了船上,高高兴兴的老死了。 对于那个时候的蒙古人来说,这可真是不容易啊。 有了这个先例,以后的蒙古部落首领们于是纷纷向安达汗学习,去找后世的达赖喇嘛们,说说自己是谁的转世,一定要能够光荣伟大正确,不然就不好意思在江湖上混了。 甚至连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图尔护特部,即使跑到了遥远的福尔加河,新寒登记以后,也得派一个上万人的使团,带着丰厚的礼物,去拉萨,找达赖喇嘛给自己向个面,说说自己的长相,像令狐冲还是岳不群。 当然,想要达赖喇嘛说你好话,送礼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送别人也送,万一你送的不够多,一旦哪一天达赖喇嘛说你不是囚签认,而是囚签诈,那你可能就有灭顶之灾了。 就比如,武士达赖喇嘛和四士班禅,受到了藏巴汗支持的嘎举派,就是那些戴着红色帽子的僧人的牌挤,躲到了西藏山南地区,过得很憋屈。 因此,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宣布谁来帮我出口气,我就给他向个好命。 于是,和说特部的顾史函,立刻跳了出来,建立迢迢的从新疆打到青海,最后一直攻到了拉萨,消灭了所有达赖喇嘛看不惯的人。 然后,帮助武士达赖喇嘛修了布达拉宫,又给四士班禅找了一块好地方,于是他俩大大的为他点了一个赞,立刻就成了当时最牛逼哄哄的人物。 这么一来,西藏就落入了顾史函的囊中,他倒是爽了,其他的蒙古王宫就越来越不放心了,生怕哪一天达赖喇嘛也叫别人来找自己出去。 所以,有那么一些蒙古族部落的首领,干脆直接把自己的儿子送去,给达赖喇嘛当徒弟,早点培养培养感情。 就像康熙后来的对手,准戈尔的戈尔丹,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父亲送去达赖喇嘛那里当徒弟,为了就是确保自己的后代能够更正苗红。 所以,后来的准戈尔发生内乱以后,戈尔丹经过武士达赖的批准,回去夺权,就凭着他是达赖喇嘛徒弟的身份,轻松的获得了众多蒙古人的支持,掌握了墨西蒙古的控制权。 不要说是蒙古人,就连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号称莫罕默德兹子孙的合卓们,都要向达赖喇嘛低头。 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喀什地区的合卓阿克巴霍加,因为斗不过伊尔强韩国的茶河台蒙古王室后裔, 也千里迢迢地跑到了拉萨,请达赖喇嘛赏个脸,给准戈尔的戈尔丹写信,帮助他灭掉伊尔强韩国,扶自己上台,成了准戈尔韩国的附庸。 所以说,谁控制了达赖喇嘛,谁就会在整个蒙古、新疆和中亚地区获得话语权。 所以康熙听到,武士达赖喇嘛死了十多年,他的私生子西藏摄政大臣桑杰加措居然密不发僧, 以武士达赖的名义招摇撞骗,立刻就不然大怒,因为武士达赖是一个实实物的人, 清朝出定中原以后,他应顺治地的邀请,率领三千人来北京朝建,所以康熙相信他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 但是武士达赖喇嘛的私生子桑杰加措,胆敢密不发僧,显然有所图谋, 威胁到了清政府对整个蒙古地区的控制,特别是已经纳入清朝版图的内蒙古和外蒙古, 所以康熙绝对不能容忍,于是康熙立刻写信给武士达赖喇嘛的私生子威胁要御驾亲征来讨伐他, 桑杰加措慌了,赶紧给康熙写信道歉,但是他又耍了一个小计谋, 没和康熙商量,擅自立了一个十四岁的没有背景的农村孩子, 苍阳加措作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康熙对此虽耿耿于怀, 但是也有一点有心无力,毕竟远征西藏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而且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蒙古的准戈尔布在后面暗算, 所以他选择了西式宁人,接受了这个结果, 既然达赖喇嘛这么重要,为什么康熙还会选择接受这个继承事实, 他不怕私生子弄出什么幺蛾子吗? 当然不怕,因为他还有一个盟友, 就是在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 他们有能力威慑西藏,让师生子和他的小达赖不敢乱来, 一七零一年,蒙古和硕特部故事汉的孙子拉藏汉即位, 被康熙皇帝册封为义法公顺汉, 一七零三年,他前往西藏, 确保蒙古和硕特部对西藏的控制权, 保证达赖喇嘛说出的话是大清帝谷想听到的话, 但是他年轻气盛, 一去就和达赖武士的师生子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因为桑洁家措也是一个习惯于指手画脚, 目中无人野心勃勃的家伙, 他想独享西藏的控制权, 宗教的话语权, 两个人水火不容, 他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于是桑洁家措就想干掉拉藏汉, 但是藏兵和蒙古兵之间的军事差距实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当初西藏的阿里地区试图闹独立, 建立了拉达克王国, 结果被蒙古的河朔特部只派了两千五百名骑兵就给灭掉了, 所以桑洁家措的手下那些藏军根本就不够拉藏汉手下的蒙古兵塞牙缝的, 果然被早有防范的拉藏汉及时发现, 后果大家可想而知, 桑洁家措的脑袋搬了家, 于是拉藏汉向康熙报告了这件事情, 早就对桑洁家措私自拥立六世达赖喇嘛不满的康熙立刻命令拉藏汉将六世达赖喇嘛解送北京, 这其实是一个暗示, 康熙绝对不能容忍一个不是自己选拔的达赖喇嘛, 有朝一日掌握格鲁派的最高宗教权威, 威胁到打清帝国对蒙古的控制, 拉藏汉自然禁令神会, 于是杰出的诗人六世达赖喇嘛丧扬家措, 卷入一场不属于他的游戏, 在青海湖边圆寄了, 一个人要隐藏多少的秘密, 才能安然的度过一生, 苍阳家措一如既往的念出他优美绝伦的诗句, 不过在这个舞台上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秘密的人, 他只是一颗棋子, 于是在大清王朝的许可下, 拉藏汉另外选立了七世达赖喇嘛, 这下康熙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 但是有人疯了, 准戈尔的策望阿拉布坦就是准戈尔丹的侄子, 现在轮到他睡不着觉了, 他绝对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因为桑吉加措是他的政治盟友, 现在格鲁派的宗教控制权落到了大清的手里,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而且这个时候策望阿拉布坦风头震进, 他向西征服了哈萨克韩国, 向南征服了叶尔湘韩国, 向北击败了俄罗斯人, 阻挡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向东正虎视眈眈的图谋外蒙古, 建立了强大的尊格尔韩国, 正梦想着再次实现成吉思汗的尾叶, 恢复昔日的蒙古帝国, 而要完成这个梦想, 就必须要有宗教上的配合, 才能以此为手段, 利用拉拢清王朝的王室控制下的蒙古王公贵族们, 所以他绝对不能容忍清平控制西藏这个结果, 于是在1717年, 他以送回拉藏韩的准格尔妻子和儿子为名, 从喀什出兵, 秘密翻阅了人际罕至的阿里地区, 突然出现在了拉藏韩的面前, 打了拉藏韩一个措手不及, 拉藏韩由于触不及防, 来不及调兵, 一路被准格尔的蒙古兵追着打, 一直追到了拉萨, 围在了布达拉宫里边, 最后矜持不下去, 突围的时候被准格尔的蒙古兵杀死, 西藏又落入了准格尔手中, 这一下又轮到康熙凤了, 因为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 西藏绝不能落到准格尔手里, 否则那些已经依附大清的蒙古王公就会心神意志, 他一刻都不能等, 立刻从四川出兵, 没想到被准格尔击败, 全军覆没, 但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都必须夺回西藏, 1720年, 他派出了清宫剧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十四子, 郡亲王, 印提, 挂帅亲征, 率领清军和和硕特部的蒙古骑兵, 用年庚瑶为后应, 终于击败了蒙古准格尔部夺回了西藏, 不过这也到了帝国的能力极限了, 他也不能把控制新疆和中亚的墨西蒙古怎么样, 因为在他之前虽然几次击败蒙古准格尔部, 但是都在蒙古境内靠其他的蒙古王公元首, 所以他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手伸向新疆和中亚, 后来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也做了几次努力, 但都是损兵折将, 徒劳无功, 双方实战实合, 笑里藏刀, 心怀叵测, 但都不能把对方怎么样, 但是当乾隆继位以后, 一切发生了变化, 蒙古人突然一下子不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因为喇嘛教把蒙古人给搞垮了, 你可能会诧异了, 西藏的喇嘛教为什么会把蒙古人给搞垮了呢? 我们在前面讲过, 首先蒙古人本来就是游牧民族, 居无定所, 一会儿在东, 一会儿在西, 想要消灭他们很难, 这是他们与众不同之处, 其次, 他们当时信仰的是萨满教, 搞的是万物崇拜, 也不需要修什么庙宇, 走到哪儿, 想拜天, 拜地, 杀几头羊, 宰几头牛, 再点一堆篝火, 就可以开始跳大神了, 所以, 没有什么东西是蒙古人需要牵挂的, 这就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可是当他们信了喇嘛教以后, 他们开始修庙了, 修庙可是非常花钱的, 一下把他们的积蓄全花光了, 而且一旦修好了以后, 他们东看看西看看, 总觉得可以把它再装饰的更漂亮一点, 于是信徒们开始不断的捐钱, 越修越气派, 越修越豪华, 大家就越舍不得离开了, 这样带来了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 让他们变穷了, 因为对于蒙古人来说, 游牧生活只是能保证他们有口饭吃, 想要发财, 却要靠四处的劫略, 现在大家一旦出门打仗, 老是担心自己修的那个庙窗户管好了没有, 门有没有锁, 会不会有小偷, 总是放心不下, 所以越来越不愿意出门远征, 外出劫略的机会就变少了, 自然钱也挣不到了, 第二, 由于有了庙宇, 所有的蒙古人生活中的很多事, 都要经常去找喇嘛商量, 请求神明的指示, 所以普通游牧民族的范围也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这样就导致他们的草场退化严重, 所以生计也日益困难, 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也就放缓了, 与此同时, 由于宗教, 大量的年轻男子去当了喇嘛, 一天到晚吃斋念佛, 不仅仅导致他们的兵源减少, 而且消磨了他们的意志, 让他们这一群凶猛威武的蒙古战士, 变成了一堆喋喋不休的唐僧, 全部娘化了, 同时大量的年轻人去当了喇嘛, 也导致晚婚晚育, 草原上本来出生率就低, 这样一来, 他们的人口落实更加明显, 第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由于喇嘛庙的大量兴建, 导致了寺庙周围诞生了大量的集市, 于是各地的商人纷纷前来, 带来了商品的同时, 也带来了疾病, 而乾隆恰好等到了这个时候, 当他出兵进攻准格尔, 收复新疆的时候, 蒙古的准格尔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天花, 根据魏元和其他清代资料记载, 有40%的蒙古人生斗而死, 就是死于天花, 这原本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蒙古人不害怕传染病, 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的, 比如让欧洲人死了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 就源自于蒙古, 但是蒙古人却毫发无损, 对于这个情况并不是很担心, 因为如果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 大范围的游牧的话, 只要不出征出兵, 家族之间一年到头都很难见上一面, 所以即使有传染病的爆发, 最多也就灭掉一个家族, 很难传染到整个部落, 可是一旦有了寺庙, 事情就不一样了, 大家隔三差五的就来寺庙里拜拜, 有病了更是拜的琴, 然后又在周围的集市转悠一圈, 人挨人, 人挤人, 这样一来, 一旦发生了传染病, 一个都跑不掉, 而蒙古人的卫生水平本来就低, 更缺乏相应的危机管理能力, 所以一旦爆发疾病, 立刻就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亡, 所以当乾隆进攻准格尔收复新疆的时候, 他所面临的对手根本就不堪一击, 和他爸爸爷爷面对的那些彪悍好战的蒙古人, 完全是两种人, 因为那个时候喇嘛教的调语还很少, 所以大部分蒙古人都还崇尚上武好斗的精神, 实际上让整个蒙古族退出历史舞台的, 一个是喇嘛教, 一个是伊斯兰教, 在中亚地区的那些被伊斯兰化的蒙古人, 突然之间战斗力也不行了, 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要修清真寺, 后来乾隆说一庙胜过十万兵, 就是这个道理, 光在他的任内, 他就拿出自己的私房钱, 出资千万两白银, 在蒙古地区修建喇嘛庙, 一座比一座修得豪华, 你以为是他诚心向佛, 其实他是不安好心, 不仅仅中国周边的蒙古人不行了, 就是远在天边福尔加河畔的, 同样信奉喇嘛教的蒙古土尔护特部也不行了, 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 他们的战斗力也在直线下降, 从一开始被俄罗斯人非常倚重, 渐渐的变得被他们瞧不起了, 自然而然的, 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一落千丈, 康熙年间, 彼得大帝曾经在两国的边境城市举行盛大的宴会, 招待蒙古土尔护特部的大汗, 对他礼遇有加, 可是到了他的孙子时, 叶卡吉林娜二世女皇居然命令他们上交三百名贵族子弟, 作为人质到莫斯科, 而且开始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 于是他们觉得有点混不下去了, 也开始密谋打算东归, 重回新疆故土, 准格尔丹韩国的策望阿拉布坦死后, 他的儿子格尔丹策灵继位, 在他统治期间, 准格尔韩国达到了空前的疆域, 除了整个新疆以外, 他还占领了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以及西伯利亚以南的大片领土, 面积一度多达五百万平方公里, 乾隆十年, 准格尔丹灵策死了以后, 按照草原上的规矩, 蒙古准格尔内部又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之前在策望阿拉布坦刚死的时候, 雍正皇帝曾经想趁机收复新疆, 派出了大军, 结果被他的儿子格尔丹策灵击败, 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次乾隆又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 格尔丹策灵的儿子女儿女婿打成了一团, 但是由于他爸爸雍正的教训, 乾隆还是没有敢贸然出手, 直到有一个人的到来, 他就是准格尔灰特部的大贵族阿穆尔萨纳, 他在内战中支持另外一个准格尔贵族达瓦奇登基,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家伙翻脸比脱裤子还快, 刚给阿穆尔萨纳一块地方, 没过多久他又要收回去, 而阿穆尔萨纳也不是什么好鸟, 他嫌打瓦奇给的地方不够多, 于是就想要更多的地方, 两个人一言不合立刻就打了起来, 就在他们双方打得你死我活的同时, 俄罗斯人也没闲着, 派出了大量的间谍两名做客, 想从中牟利借机夺取新疆, 最后阿穆尔萨纳战败, 面对俄罗斯人的诱惑宰山斟酌以后, 他决定投靠大清, 请康熙帮忙出兵, 帮助他夺回准格尔的控制权, 而康熙早就等待这个机会了, 只不过他心里打的是另外一个算盘, 于是他一口答应, 立刻派出五万多八骑兵, 绿营和蒙古骑兵组成的大军, 协助阿穆尔萨纳攻打达瓦齐, 达瓦齐率领了六千多的骑兵, 企图守住一个关键的爱口, 可是这个时候蒙古骑兵实在是堕落的不成人样, 清军侍卫阿玉西率领了二十五个卫士, 发动了夜袭,居然把六千多人给打垮了, 这要是成吉思汗载天之灵的话, 不知道他会如何痛心疾首, 达瓦齐兵败逃跑, 结果被乌石城阿克苏附近的一名当地官员勤货献给了清平, 被押往了北京, 后来被乾隆赦免, 养在北京当御工, 阿穆尔萨纳很高兴, 他以为自己得手了, 不过接下来乾隆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意外, 不但没有让他当成准戈尔的韩王, 相反, 乾隆要把准戈尔拆分成几块, 像蒙古一样, 纳入清朝政府的直接管理, 因为清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一劳永逸的解决蒙古问题, 于是阿穆尔萨纳愤怒了, 有这样耍人的吗? 他决心反叛, 不过他不知道这是乾隆给他挖的一个坑, 就等着他造反, 这样才好名正言顺的拿下整个新疆, 执行这个政策的定北将军班地, 没有充分的领会乾隆的意思, 要考虑到阿穆尔萨纳很可能会不接受这个安排, 发动叛乱, 必须提高警惕, 随时做好镇压的准备, 但他过于托大, 只带了五百个士兵, 果然不出乾隆的所料, 阿穆尔萨纳发动了反叛, 结果班地被数万骑兵包围, 自杀殉国, 随后清军大军赶到击溃了阿穆尔萨纳, 他逃亡了俄国, 后来死于天花, 准戈尔布的其他一些贵族, 也不愿意接受清王朝的直接统治, 先后又多次发动了叛乱, 但是都被清军轻松的粉碎, 这场战争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后果是, 准戈尔布的几十万户中, 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在天花中死亡,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逃亡俄罗斯, 剩下百分之三十的人被乾隆受益清军屠杀殆尽, 剩下百分之十的人迁往外蒙古, 准戈尔布就此灭族, 1449年, 明朝的正统十四年, 准戈尔人的祖先也先率领五万蒙古瓦拉骑兵, 击败了明军二十万余人, 俘虏了明朝皇帝朱祁镇, 那一刻他们是何等的辉缓,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 三百年之后, 世间再也没有瓦拉人了, 蒙古的准戈尔布就此消失在历史的禅河中, 乾隆的这个举动虽然无比的残酷, 但是困扰中原几千年的游牧民族问题就此彻底结束, 新疆第一次被纳入了中原的直接管辖, 当然, 这样代价也是惨重的, 新疆北部的大片草原很长一段时间都变成了无人区, 准戈尔人的迅速消亡, 天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不然他们是可以逃跑的, 但是听花的流行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都无力逃跑, 这让我们想起了西方人占领美洲, 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死于枪炮的是微不足道的, 死于西方人带来的小小病毒才是真正绝大多数, 而这一幕在中国的西部边陲居然也上演了, 天意弄人, 不久之后, 住在福尔加河畔的蒙古托尔沪特人, 突然出现在了新疆边境上, 他们居然也只剩下了六七万人, 他们请求清廷政府收留他们, 这个消息把经朝的官员吓了一跳, 他们是怎么出现在新疆边上的呢? 原来1771年, 乾隆35年, 土尔沪特部的首领沃巴西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气压, 决定举步东归, 他们听说清军祭拜了准戈尔以后, 就想回来占领新疆东山寨起, 于是土尔沪特人在沃巴西的率领下分三路, 赶着畜群携带自重, 浩浩商商踏上了归国艰苦的历程, 沃巴西原计划等待福尔加河结冰后启程, 但计划被沙俄所察觉, 于是他决定提前行动, 由于河水尚未结冰, 福尔加河西岸一万户布众未能东归, 后来成为了俄罗斯卡尔梅克人, 建立了俄罗斯联邦内的卡尔梅克共和国, 俄国女皇叶卡吉林纳二世得知了消息以后, 立刻派出哥萨克骑兵追击, 并指使沿途的哈萨克人出兵主机, 一路上, 图尔库特人歼灭了俄军驻军以及增援的部队, 摧毁了俄国的要塞, 穿过了冰封的乌拉尔河, 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 将追击的俄军远远抛在了后面, 在东归途中, 图尔库特人身经百战, 同时也损失惨重, 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奥秦峡谷, 是东归的必经之路, 然而哈萨克骑兵早已经攻占了关口, 伍巴西定下谋略, 自己正面进攻, 另派队伍包抄后面, 最后全歼对方, 在哈萨克草原上, 他们又遭遇哈萨克人的袭击, 激战中牺牲了九千多图尔库特人, 除了战斗损失以外, 听话也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们, 不断的杀死他们的不重, 人越来越少, 当他们穿过哈萨克草原, 绕过巴尔喀什湖南端, 进入属于当时中国境内的哈萨克地界, 伊犁将军伊勒图, 命令哈萨克人不准沃巴西他们通过, 因为他不知道他们的意图, 无奈之下, 沃巴西转到沙拉伯可, 又遭到克尔克资人的进攻, 不得已北上戈壁, 一路艰险无比, 当他们终于到达了已经属于中国的新疆边界上的时候, 只剩下不到一半人还活着, 他们已经无力进攻新疆, 只能在边界上周围徘徊, 清朝的伊犁将军伊勒图对此非常紧张, 游牧民族远道而来通常都不怀好意, 他谴使者问来意, 沃巴西与众部落首领众喇嘛商议数日之后, 不得已撑前来归府, 并献上其主所授的明代永乐八年的遇风遇印, 以示诚意, 清朝内部为了接不接受他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本来就是打算占领新疆的, 但是沿途的损失外加上添化彻底的摧毁了他们的目的, 但是乾隆经过再三的思考以后, 认为他已经有能力统一蒙古诸部, 不怕任何挑战, 为了向蒙古诸部展示他的能力, 最后他拍板接受了他们的归府, 把他们安置在新疆北部, 乾隆皇帝命令, 驻巫师的总理回江事务总参战大臣舒赫德, 前往伊犁安抚土尔沪特部, 朝廷同时拨款白银二十万两, 即粮草牛羊布匹等政绩土尔沪特部中, 乾隆三十六年一起七一年九月, 沃巴西赴热河避暑山庄亲见乾隆皇帝, 被封为旧图尔沪特卓里克图汉, 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东归, 张贤清廷有能力控制了所有的蒙古部落, 乾隆下令在承德普陀宗臣之庙, 竖起两块石碑, 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 刻书他撰写的土尔沪特全部归顺记, 和抚恤土尔沪特部中记, 这些事后来还被排成了电影叫做《东归英雄传》,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出品, 至此清代的领土达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最高峰, 有人以为元代的领土比清代大, 但实际上胡比利控制的领土要比清代少一个新疆, 而新疆占中国的六分之一, 所以小的不是一点点, 乾隆也达到了中国历代皇帝的最高境界, 不仅仅统治了中原, 而且把中国传统的游牧民族和其他的主要底盘, 全部纳入了大清的管辖之下, 成为了草原和中原的共同领主, 促成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融合,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游牧民族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叛乱过, 这是前无古人的, 清代以前以后再也没有人做到过, 不知道未来的中国有没有机会超越乾隆所拥有的疆域, 清军将领赵慧在平定准格尔叛乱中, 把中哥人关押起来的两个合逐释放了出来, 阿里说这是对他们恩欲有加,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却恩将仇报, 不久之后他们就煽动了南疆的穆斯林叛乱, 从此以后围绕着新疆发生的历次战争, 都是宗教战争, 全部都是内外极端穆斯林互相勾结发动的叛乱, 那么他们为什么被准格尔人抓起来呢, 为什么又会发动叛乱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